在公车上大声飙歌 让乘客全看傻眼 来看到这名男子搭上了台北市的公车 这耳机一带 闭起双眼 打车节拍 开始唱起了深情歌曲心不了情 当时他把公车当成了KTV 完全自我陶醉 让同车乘客好气又好笑 不过有民众看了这样的画面之后觉得 公车属于大众运输工具 还是不要干扰到其他乘客比较好 深深吸口气开嗓飙唱 搭配手势举起放下 脚再来打个节拍 简直就像是他的个人KTV 男子越唱越陶醉 似乎完全沉浸在歌词的氛围当中 好笑哦 可能会有一点吧 个人KTV我觉得有点夸张啦 有没有这么痴情啊 大哥脸不红气不喘 唱完心不了情整首歌 但实在太忘我引人侧目 前面两名女子更是尴尬的包紧紧 但魔性的歌声还是环绕整台公车 如果唱的不是很好的话 是一个噪音没错 不会有任何的处分啊 因为我们会尽量做全道 男子搭上公车 耳机一戴忘情K歌 字字唱进心坎里 好不好听见仁见智 但还是有民众希望能有个舒适 乘车空间 我为了你 我等的是你 下回最好别把大众运输工具 当成了KTV 记者王五湘张士奎台北报道